这16题呢 它说有A生殖隔离 有B有繁殖变异 然后环境选择地理隔离 生存竞争 一个心物种上述五个 哪些是必须的 而且要出现顺序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生殖隔离一定要出现 因为按照同一种的定义 按照生物种定义 你的子带出现无法正常的生殖 代表你之间已经出现生殖隔离了 生殖隔离很重要 另外呢还有什么 嗯 可是答案没有A 怎么会这样子 我这里答案给你们一样吗 你们答案是给哪个 这里改成需要同育演化吗 它题目跟我这不一样 需要同育演化 必须要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 像这种题目呢 我当然不希望你们用很技巧的方式来看 但是既然跟你讲是同育演化了 地理隔离就不需要 所以出现小猪的就直接插掉 插掉 插掉 那只算B可以选了 对不对 好 但就算是这样子 好奇怪 我又想这些心物种 一定要有生殖隔离 小A不可以没有 白痴 白痴啊 好猪了 A在这里 好 好 那他的调码就是 我先开始出现差别 然后各自在不同的环境生存 久了 我的生殖上出现隔离 他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 所以生殖隔离一定要有啦 但还好他是出现在这里 我远没有看到他 不过他把生殖隔离放在这边是对的 一旦两个物种之间出现了 一旦两个族群之间出现了生殖隔离 他就是不同种的鸭 生殖隔离就是无法正常生殖出现 有正常生殖能力的后代 所以当A达到了 我们两个族群之间已经产生生殖隔离 就是心物种的产生 所以A放在最后一个选项 放在最后一个选项是合理的 所以这里答案是B 没有错